杜拜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机场也是高人一点 杜拜的机场每年的旅客吞吐量将近1亿人 还是全球拥有最多A380客机的航空站 全世界最有钱的机场 杜拜机场有多富 这里年吞吐量近1亿人次 作为阿联酋航空的基地 购买的A380客机全停放在此 使杜拜机场成了全球有最多A380的航站 一架A380客机折合台币可是要117亿 飞机多员工也得跟着增加 杜拜机场多达6万名员工 光是一年的人力成本和维修费 就要花掉310亿台币 杜拜机场一共有三个航站大厦 第三航下为全球最大的航站楼 有全球唯一的黄金市场 作为杜拜机场中最大的航站楼 它足足有359个足球场大 每年有3600万人在此进出 光是运行李就很头痛 因此它拥有全球最大的行李分检系统 全靠一个地下控制室负责操作 最快可达每小时送15000件 以每秒7公尺的速度 将行李送到机舱 清洁也得快很准 这架A380客机有超过500个座位 清洁人员仅有45分钟的时间 需快速清扫并除尘 更换枕头罩和电子一刻不得鞋 与此同时更出动200名维修员 检查机轮避免爆胎 为了确保机场跑道的安全 必须快速清理橡胶残留物 因为飞机的轮胎可是以时数 240公里速度着地 全靠一台约3100万的强力喷水器 穿梭在机场跑道 利用高压水流把橡胶冲走 连里外外都是用钱堆出来的便利